快馬加鞭 墨子的學生耕柱子 聰明過人 但為人懶散 墨子經常責備他 敦出他要勤奮用功 學業才會有成績 但是耕柱子依然顧餓 還向墨子說 老師 我都沒什麼厲害過人家 就算再勤奮十倍 都沒什麼作為的啦 有一次 墨子問耕柱子 老師就來要上太行山 需要用馬和牛來拉車 你認為哪一招馬 又或哪一招牛呢 馬 為什麼要邊一招馬 因為他感應靈敏 邊打他就可以 令到他跑得更加快 墨子這樣做的容易 是要啟發耕柱子 圈面他努力求學 奮發向上 於是 就對耕柱子說 老師也都認為你是值得邊拆的 你要好像快馬那樣 力求向上 從此之後 耕柱子就發奮求學 力求上進 再不需要老師經常督促 再廣營 靈